你知道92版的陆顶记有多经典吗? 提到海带富,你会不会想起大叔? 提起傲拜,脑子里是不是会蹦出许锦江? 想到多龙,那句属心台词你还记得吗? 1992年,在香港影台又被称作周星池年 因为年度票房最卖作的前十五部电影 其中周星池的电影有七部,前五名全部被他包揽 第一,1992年7月底上映 因为票房持续上涨,仅仅用时两个月 陆顶记二就被拍摄完成,且在影院上映 虽然拍摄周期短,但是这版本陆顶记却最为经典 在票房上也斩获7700多万的港币 除了金庸先生小说加持,还因为周星池可怕的号召力 据网金回应,当时香港娱乐圈黑棒横行 而周星池已经红头半边天,自然有人盯上 网金害怕周星池有危险 除了做导演,还坚持起了保镖 几乎形影不离的守着心也 只要有陌生人出现,他都要上前询问两句 好在拍摄完成,也没发生什么暴力事件 而拍摄之初,周星池并不是伟小宝的第一人选 因为在此之前,梁朝伟电视剧版的录顶记非常成功 不少人提议继续启用梁朝伟演伟小宝 但王金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认为梁朝伟一身正气 和伟小宝的形象差距太大 反而周星池有一丝丝皮子气息 更加贴合伟小宝的形象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金庸老先生 并且给出了不做第二人选的超高评价 影片中,多龙的人员选定也是神来之笔 陈迈祥把多龙的阴险狡诈演绎得灵力尽致 甚至他在影片中的亮眼程度不输周星池 王金能把他照来充演其实是看了一段他的影视作品 这个贱兮兮的表情可不就是多龙本龙吗? 原本这个角色是留给达叔的 他和周星池作为黄金搭档 出来的效果一定相当亮眼 但王金还是犹豫了 相比多龙,海大富更加适合达叔 最后找不到人选,王金都准备自己上 这时正好遇到了陈百祥 陈百祥还嫌自己的女装造型不够丑 还自由发挥,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宫女的造型 连敖拜见了都不认知事 到了第二部,林青霞也出演了这个电影 其实是因为当时《小江湖之东方不败》 在香港上映,随着影片的热议 林青霞的人气不断攀升 这也让王金看到了相机 在第一部结尾时,临时加了两秒的镜头 把张敏换成了林青霞 而林青霞能答应参演陆顶记 并不是因为王金,而是周星驰 当时星夜的无厘头风格已经成形 林青霞觉得周星驰是一等一的喜剧演员 自己和他合作,应该就可以学到点什么 而这也是两人的唯一一次合作 影片还蹭了东方不败的热度 模仿了林青霞东方不败的扮相 创造出了一句经典台词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 众人为了躲避刺客 全都钻进了轿子里 为了演出拥挤感 星爷的鼻孔里被插进了一根脚趾 很多人都好奇 谁能让星爷做出这样的牺牲 其实这根脚趾的主人是李嘉欣 这段戏开拍前 王金特意找星爷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星爷认为这个设计很不错 但有个条件 就是这件事只能李嘉欣来做 拍摄时李嘉欣还是很不好意思 毕竟这个行为很不尊重人 最后还是在星爷和王金的多次劝说下 他才同意拍摄 而星爷也表现得很绅士 表示自己已经把鼻孔洗了两遍了 李嘉欣也礼貌地回应 表示自己也将脚洗了三遍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傻子来的 下什么呢 我会好好地对你的嘛 嗯 嗯 你下次再好啊你 我又有分数啦 拜拜 拜拜 拜拜